四皇陆飞势力范围确定 巨人国篇部分主线揭开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金 在海贼王漫画最新的1130画中 有不少重要信息公布 其中对金欧剧情影响最大的新设定 可能莫过于志在统一一整个巨人族 重铸族群荣光的海尔丁 已经从小时候村里最有希望的孩子 入主王城,变成现今巨人族王子 换个国家这或许很奇怪 不过巨人族本就有浓厚的上午分析 大妈回忆篇中 城里和村里有孩子降生都是一起庆祝的 地形图也能看出城堡和村落的划分并不严苛 因此总体来说 海尔丁靠本身上位还是比较合理的 他在德岛 可是有单举超过万端战绩可查 虽然暂时有洛基这个意外因素在 但既然海尔丁都认草帽当大哥了 在路飞行的帮助下 他今后先成为艾尔巴夫的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巨人国 再加上路飞明确收下的余人岛和之国 这就是路飞的核心地盘了 每个地盘都不简单 今后有机会了 我们另外视频细聊一下 本期我们就先从海尔丁备佑的团队说起吧 目前海尔丁建立新巨边海贼团 除了船长之外明确只有四个人 剧情中都已经出场过了 其中船将斯坦森年龄不详 曾在剧情63年前 坐在备佑看海尔丁训练 等到两年前 某天斯坦森正在睡觉 结果被一个名为咖啡猴子绑架集团抓住 送入项目地努力商店拍卖 幸运的时候 他就被锁在雷利的身边 于是雷利越雨时 正面把他也释放了 当时陆飞等人想要突破海军包围 斯坦森热心想要带领其他奴隶逃走 便再无个人剧情 不过他当时及许诺 今后再建草帽团 定会报答今日之恩 所以在团队内 斯坦森对海尔丁加入大船团的决策 肯定是完全赞同的 然后是传义格尔兹 渐渐75岁 而格尔德巴果和罗德 则和洛基童年降生 年龄均63岁 生命卡已经确认 格尔兹就零零小时候的玩伴 他完整见证大妈童年发病 回调居然村落的往事 22年前 海尔丁 格尔德巴果和格尔兹三人 曾到阿哈拉打捞藏书 后来老辈的回忆作战 他们三人的行动 和萨乌罗有紧密关系 说不定如今萨乌罗 也已经成了新聚病团的一员 回到本篇章 格尔兹和格尔德巴果 对草帽团的看法也未明确 得看他俩看到桑尼号 才知道到底排不排至路飞等人 但竟然现在把罗德王与众不同的怪人方向塑造 老居兵团成员 也没见谁不欢迎草帽团的 个人觉得大部分巨人 或许都能至少不抵失四皇草帽吧 对外态度暂且不论 从大妈回忆篇之后到现在60多年中 巨人国新一代年轻的思想 明显有了变化 以前所有人充满对纪念太阳神复活的冬日期的重视 可现在 先有罗德这个路头太阳神 又有洛基自然的蔑视太阳神 不知道这是不是个例 如果真要深入刻画 各派系 各巨人王国对于神不同的态度和矛盾 或许能成为重要支线之一 以上说的 只是今后会面临挑战 至于眼下 强大无别洛基王子 是巨人组破在眉睫的难题 回到洛基向罗拉求婚那年 周围欢呼的巨人 说明彼时洛基还是正常王子 原作没有交代罗拉逃婚是几年前的事 但根据他组建海贼团 前往伟大航路前半段的旅途 期间应该差不多就几年时间 按照某战士的说法 洛基几年来坏事做尽 直接脸差不多对得上 洛基的黑话 故意就是从被罗拉拒绝 且被大妈尝试用七分骗婚之后 但这肯定不是一个 因爱而不得而陷入疯狂的故事 因为一方面 罗拉对配偶的条件很低 说是为了追求自由恋爱而出海 但剧情中 基本把求婚当打招呼再用 他宁可随便找个人 都不答应洛基 偷经历一连串失败 最终才在匪业片中 嫁给了匪谤哥弟 逃出现实才需要考虑体型差等因素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洛基正拥有大问题 果然另一方面 洛基后续的一系列行动 都只和自己的野心相关 他为了得到王族代代相传的果实 直接杀害亲爹 成为能力者 属实黑胡子行进 居然族战士都凭让他是精神突然的分子 觉得只要将其释放 整个世界都会因此毁灭 洛基本人邪笑证明了这一点 他想要成为毁灭世界的神 那么洛基具体有什么果实能力呢 他杀了亲爹 也要不惜得到能力究竟有多强 这里有三点细节 一是数年前 他背叛分尸酷刑 结果差点逃掉 这说明其身体强度强的离谱 让人想起凯老师经常自杀 却免疫伤害的例子 二是需要全体战士出动 才能压制住他 这可以理解成力气大的惊人 三是得到的擂台上 开尔丁投入 若是他吃下烧烧果实 将成为第一个自然系聚人能力者 侧面说明洛基吃的果实 百分百不是自然系 以目前仅用的三点线索推测 这或许又是一颗幻兽种果实 北欧神话中 洛基最著名的三个子女分别是 巨狼芬里尔 巨蟒耶门加德 和死亡女神海拉 现在巨蛇 已经在罗德那里出现过了 而洛基被锁森林里有很多巨狼 直接取名全真果实 芬里尔形态 感觉太过直接 或许伟田老师 会再结合一下司长冥界 死亡 疾病 衰老的海拉 另外取个什么名 能力之外 洛基张口就说要毁灭世界 明显参考了北欧神话中 洛基又是获德尔杀害巴德尔 诱发诸神黄昏的设定 本话另一个重点是树 多年前隐约的巨大影子 如今显露了它的真容 一颗沉在其整个巨人王国 参天大树毅力岛上 这才称上是世界树啊 再看弗兰奇当年的一段描述 宝树亚当 是全世界少数几棵最强的树 不管经历多么惨烈的战争 都能毅力不倒 此数木材在黑社价格 将近两亿倍利 海贼王罗杰船 奥森杰克森号 和草帽一伙的船 都使用这种材料制成 现在来看 这棵大的离谱的世界树 非常有可能就是 传入中的宝树亚当 毕竟与知其面杨树下娃 也同等巨大 其根系一直抵达 处于深海一万米之下的余人岛 那些流到外界市场的木材 可能只是亚当的树枝罢了 例如早在63年前 两位老团长曾提起 修女加尔莫罗有提出 交易胜过掠毒的观念 在修女鼓励对外贸易的物品中 或许就有一部分是亚当的枝干 再往前追溯 在海水里泡了800年 都能正常使用的方舟诺亚 明显也不是什么普通木材 考虑要乔伊波伊和巨人族 与人族的密切关系 现在基本可以断定 制造和未来即将修缮诺亚的种族 就是信仰太阳神巨人族了 以上所有和亚当有关的故事线 最后肯定会找个合适的人选 为草帽团揭露一番 正好上面提到斯坦森就是船匠 比较合适 说完和巨人相关的内容 本化薇薇在报纸上 留下X标记也同样重要 当初山智纳美乌塑布乔巴索隆 在告别阿拉巴斯坦时的无声一幕 是永远的经典 就要强调的是 此乃对于公主 下次见面能否还是伙伴的回应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左手这东西是伙伴的记号 回忆过这些 再看薇薇尝试联系草帽团的举动 几乎等同于再次上传的申请了 此时他应该已经知道了 父亲死前遭遇了什么 正如当年面对无孔不如的 巴洛克华克无力抵抗一样 现在公主一时有家不能回 根本没法反击世界政府 乃至揭开解决被欧的黑暗 没办法 他只能再依靠大家的力量了 作为莉莉女王陷进唯一后人 薇薇身上背负了当今时代 推翻智学宿命 也背负了当年莉莉女王和乔伊 不一未完的故事 能在未来主线担任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可惜 消息传来时 草帽团正好分队 看到消息之人 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罗宾等人 或许会往暗号方面想 因为已经经历过3day2years 带路飞发布信号 还是雷莉和盛平一起参与的 而其中罗宾知道 薇薇和路飞等人关系匪浅 且拯救阿拉巴斯坦战争中 巴洛克华克有收到过 双方约好暗号的情报 虽然将所有线索联系在一起 有点困难 但罗宾还是有可能想通一切的 就看剧情需要威威什么时候归团了 当然 公主回归与否 能做出决定的 只有现在庇护他的摩尔冈斯 话说不得不佩服老鸟手段通天 哪怕弹头岛上 他也还能给拿到一张武当照片出来 可换一个角度来看 新闻王手中 应该也是有武神们的情报的 再不济 关于岛上融合路等机密 他不可能一无所知 无论对政府手段了解到什么程度 摩尔冈斯在解决特攻 表现很强硬之际 就像这次一样 帮政府掩盖太多的内容 最后只给出路飞和巨人大闹一场 杀死贝亚庞克的扯淡头条 要找老贝直播 可是全世界都看到了 将自己为何会死说得明明白白 老鸟却还在牺牲名誉 为事业政府遮掩一二 一场挺奇怪的 反正说回微微的去想 老鸟已经知道 草猛团抵达巨人国的事 如果这里有足够吸引他的东西 比如假设传说级果实秘密泄密 罗杰团老船员复出 埃尔巴夫新王登基 各巨人国展开联合会议等等 一旦有大事件 毕业他不得不亲自出差 微微就能一起跟过来了 期待公主殿下再次登场 以上就关于最新化的一些拓展了 目前巨人国片在刚刚开始 太多伏笔和支线可以架构 就让我们耐心等待两周修刊过的下一话吧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